4.4 伏地 哇 去了哪裡啊 死了 殺的 喂 杭羽機 甘命啊 在剛才的模擬片段都看到 其實航拍機首舊已經應用了一段時間 但更加新型的無人機 是更加可以自動起飛巡邏和降落 在外國的地方 這一類自動無人機機場已經正在應用 例如在礦場裏做保安巡邏 那香港又可否應用呢 一些遙遠的山區 譬如長洲 如果消防署是長洲的高地位置 部署了機場 它便可以很迅速地放無人機 去一個你需要偵測的位置 去看看發生了甚麼事 並不需要刻意打開機器 或者長洲多人的出車不方便 那你只要一架無人機就蓋上全個島嶼 就可以遙距對去控制到無遙控機 再部署應該怎樣做 只要設立了一個機站 配備適當裝備的無人機 就可以自動定時定後起飛 和返回的機站 做到巡邏的效果 好處就是 偏遠的地方不再需要特意派人去巡邏 甚至做到天天巡邏都行 在行山季節 經常都出現有人中暑 盪失路等等的情況 如果在郊野公園都設立 就可以更加容易搜救了 如果這一類無人機的機站 整好了 將來消防員要救人 都可以縮小搜救範圍 不用再好像大海撈針 但其實這一類設定好的無人機機場 並不是只有搜救的用途 其實還有其他可以做到的 他們就可以靠無人機 加裝一些空氣檢測系統 定期地在堆填牆裏 拿回數據 看看堆填區的臭味 風向 令到味道吹在那邊 會不會吹到北邊 回到中國大陸那邊 可能到了漳干澳 按民居那邊 可以大概推算到 風向、環境、天氣 如何影響堆填區的運作 他只要長期部署於特定位置 他就可以每次回來 按一個按鈕 走一個特定路線 出一個報告給你 舉例,可能與天文台有個聯合 可能天文台的Apps 可以公佈 未來封閉雨量 會令到他的排放物 可能會吹到他邊邊 這些都是可行性的系統 但為何用人去做 又不行 現在是要每次去放 同事都辛苦 你要上堆填區 你要坐急好車 上去堆填區的位置才能放 其次就是 臭味 同事會辛苦 環境會令到他飛的狀況 會變得不安全 堆填區也不是很安全的地方 比如說香港電纜 電纜去電纜去電纜去電纜 是固定不會移動的 如果用機場的話 無人機就可以定時定後地 幫每一座電塔 拍攝寫真 做個掃描 出來的結果 你就知道電纜有沒有需要維修 所以說 並不是不行 但是不夠省時間 也不夠安全和即時 不過要做到這一堆無人機機場 都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你首先要有個準確的地圖 換言之 測量本身要夠準確才行 而現今的航拍機都已經做到正確的測量 但是 如果不配合這個技術 就很難做到沒有5X的地圖 其實RTK的技術 全名為 Whealtime Kinematic 其實做了一個實時動態差分的技術 它是將我們本身的無人機 收到的位置資訊 和Base Station 收到的衛星資訊 做一個比較 例如我們平時用一些地圖的手機apps 其實你都會發覺 可能有時的位置不太準確 它會飄去其他地方 以無人機為例 其實它都一樣會存在5X 假設現在這部機器 它沒有RTK天線 它只會用了自身的定位 5X的水平和垂直 大概是1.5米左右 如果本身5X已經有這麼大 其實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它做出來的圖 更加不準確 以往要做到這些空中測量 主要都是要由飛機或者直升機 要多用很多時間 而且直升機和飛機都有高度限制 始終都不可以飛太低 這些空中測量 除了在城市規劃有用之外 其實在突發的情況之下 還可以快速做到新的地圖出來 散卻了以往要重新測量的時間 去到上一年 可能我們會見到香港消防署做搜救 他們都會運用到3D model的技術 去嘗試找一些失蹤者等等 我們看新聞 看到一些行山失蹤的事件 可能用家本身是一些 可能不太行常的行山路徑 可能他們是攀岩的 變相 其實他就可以利用一個無人機 利用一個2D map 3D model 我先去判定哪一個路徑 去制定一個搜救路線 甚至利用到一些AR技術 去幫他手分析相片 有沒有機會有一個人在裡面呢 除了可以圖片分析之外 有些緊急的情況下 他還可以提供一張新的地圖給你用 我們看Google Mac 是沒有想法來清醒的 我們需要一張新的地圖的時候 拍一批新的相片 陷入一個新的地圖 以往要更新地圖 或者做新的3D model 除了在拍攝測量之外 拍出來的相片 還要用人手 不斷去除多餘的物件 逐樣逐樣修改 要用的時間就更加長 配合無人機的空中測量 其實相對應都有一類軟件 是專為減省測量之後 所做的後期功夫而設 通常後期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雖然現在的河都會有反光的情況 但DJ Terra已經到了V4 其實它已經背後做了一些Aggrofoam 令到水面有穿洞的情況變少了 如果我們待會用DJ Modify 都可以再看看有沒有一些洞 我們大修小寶都可以 都可以再示範 譬如我們自己有輛車拍了在岸邊 其實我們都可以嘗試一會 將車擦走 如果你在拍攝的過程中 拍到一些小鳥 或者拍到我旁邊有航拍機 譬如南深圍有那麼多的航拍機 那怎樣處理呢? 其實我們可以用DJ Modify 那個原浮物的自動消除功能 我們就會將我們在3D model裡面 拍到一些剛才說的航拍機 小鳥 或者一些空中的Noise 它會自動detect 然後按一鍵消除就可以消除了 其實今時今日的無人機 不單止可以用來換落 在專業的用途上已經越來越多 無論是測量、搜救 甚至是無人機表現 都帶起了新興的潮流 而到了無人機機場的出現 更加是減低了人類 在遙遠地方 身陷險境的機會 而軟件的AI功能 又可以減輕到一些實際規劃上的work load 到底實際上可以帶來多少效果呢? 那就要靠遲些多些研究所帶來的數據 對啦 換生活、樂科技、銀華-K 後面呢 作詞・作曲 初音ミク